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看《圣经好好看》撒下第十八章 大魏王在逃难 而面对亚沙龙的追杀 他派出三个大将军 并且在出征前 告诉他的将军说 不可以杀亚沙龙 这时候亚沙龙骑着驴子 但他头发被绑住了 缠住了 驴子往前走 他却缠在树上 驴鸦一看到 立刻吩咐旁边的一个少年人说 把他给杀了 但是这个少年人说 大魏曾经说不可以杀 驴鸦说 你不杀 我来杀 于是把亚沙龙给杀了 亚沙龙被杀了之后 他被埋在一个坑中 而圣经特别提到 他立了一根柱子 为亚沙龙柱 而驴鸦就胜过了 亚沙龙的大军 这个时候 一个少年人 亚西马斯 迫不及待要告诉大魏王 驴鸦说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你不要去 但亚西马斯坚持地去 告诉大魏王 大魏王听到了 非但没有高兴 他 想到了 他的儿子死亡 就眼泪流下来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亚沙龙看起来拥有一切 但失去上帝 最后只剩下一根柱子 约亚完成任务 但却他用自己的方法 而不忠心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帮助我们 忠于神 忠于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